冬奥快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神纪课堂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八章分线应对的习题 本章属于非常重要的章节 提醒主管体 可管体均有可能设计 近五年考试平均分支是六到七分 看我们前八章除了我们的第五章以外 其他的章节都是比较重要的分支都不低 我们前八章基本上占到了我们整个 眷念分支的半地江山 所以前八章一定要学好 一定要打好基础 并且要说明一下前八章其实整体来说难度不是特别大 大部分都是基本的观点 基本的要求 而属于同学们一定要掌握一定要会的内容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考虑概览 首先第一个是增加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方法 这个考虑次 接着是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考了三次 有多选 然后有我们的综合题 接着就是我们的控制测试 控制测试可以这么讲 它是一个绝对的重点 你看考了整整八次之多 好 对控测试这个内容一定一定要掌握 单选 多选 综合都会考 简单也考 然后接着实质性程序就考了六次 因此从这就会看到我们本章的重点就是 控制测试和实质性程序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客观题的特高评 即高评考点 第一个考点 总体应对措施 这是我们2016年的整体 下列各项措施当中 不能应对报表层重大错分险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不能应对 A 在期末而非期中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你看这是报表层的分险 相对来说分险比较大 因应它会影响我们一大堆的报表项目 所以我们做的工作一定要更扎实一些 我们在期末做这个工作做的更扎实 因此这个是对的 这个不选 接着扩大控制测试的范围 那报表层的风险 这块风险比较大 我们需要做的更扎实 这样的话不是去多做控制测试 而是多做实质性程序 所以这个应该选上 接着C 增加密纳入审计范围经营地点的数量 那我们把这种数量 我原来呢 一共总计是20个经营地点 我原来只省10个 我现在省15个 是不是做的更扎实 更有效了 所以这个是不符合提议的 不用选 接着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这也能够应对报表层的风险 这个也不选 那么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B 注意 我们的控制测试是为了什么呢 控制测试是为了获取 关于控制 防止或者发现纠正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有效性而实施的测试 不能应对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 接着我们来看16年的另外一道题 注册会议是应当针对 评估的 由于舞弊导致的 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错报风险 确定总体的应对措施 下了一个像措施中 错误的事 我们来看哪个错误 A 评价被审单位对 会计政策的选择和应用 好 有同学说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总体的应对措施 但是 其实这一块 你要说它错 也不严格的错 对吧 对这种 你有点迟疑的 你可以先放一放 接着看B 指派更有经验 支持技能和能力的项目组成员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然后我们要派高手过去 然后修改财务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那这个就是自欺欺人 言二到零了 并且其实这里面 浅含的意思是往高里改 不是往低里改 对吧 你想 注册会计是针对 舞弊导致的这种风险 你去改 报表的重要性 就能够应对吗 不能 对吧 好 接着D 再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际安排和范围时 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这是可以的 那么 这道题应该选的就是我们的C 我们这里要注意一下 针对报表层的分钱的总体应对措施 以下几点 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宏观 精神领域的 第一个 强调职业怀疑的必要性 第二 分派更有经验 或者特殊机能 审计人员或领导专家的工作 第三 提供更多的督导 第四 对逆时实审计程序的性质 实际安排和范围 做出总体的修改 第五 再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 是融入更多不可预见因素 你看这是五点 对吧 那么 我们这五点当中 我们这道题的B和我们的D 都出现了 肯定是没问题的 然后有些同学就迟疑 我这个A到底对还是不对呢 你看 我们的应对措施 包括的五项 当然没有这一项呀 但是其实它也不错呀 你想它是一个舞弊导致的风险 那我们就要看看 它有没有可能用会计政策来舞弊呀 对吧 虽然它不包含在我们的五项政策当中 五项措施当中 但是它也没错 那么这里面这个C肯定是错的 非常之明显的 我们修改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你第一 我们来注意看 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是从财务报表使用者的角度出发的 跟你的重大错误分析有关系吗 没关系 对吧 我们在讲第二张重要性的时候 就强调过 制定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是从报表使用者角度出发 他们更关注什么 我们要制定什么 对吧 这不会因为被审单位 它重大错误分险高 我们就定低点 也不会因为它的重大错误分险低 我们就定高点 跟我们的什么 跟我们评估出来的重大错误分险 没关系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像修改财务报表整体的重要性 其实很多时候它浅含利子 尤其是我们老一点的真体 就是零几年的真体 浅含利子就是把它调高 那调高就更不对了 自欺欺人吗 所以这四个选项当中 我们的C肯定是错的更明显的 那A怎么样 它还能沾点边 还是可以用上的 所以碰到我们这样的选择题的时候 同学们要学会一点职业判断 怎么个职业判断啊 我们碰到这种题目 我们要选那个对中更对的 更靠谱的 然后错中更离谱的 所以这道题当中 你觉得A好像不属于我们的五项措施之一 但是他也不能说他完全错 对吧 也是可以用的 而我们的C是错的非常之离谱的 因此应该选C 这道题也在靠我们的职业判断 好 接着我们来看第二个考点 增加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方法 我们来看哪个是我们的不可预见性方法 首先看19年的整体 下列有关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哪个错误啊 A 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是为了避免管理层对审计效果的人为干预 这个对吗 这个是对的 可能因为我们连续审计 我们年年去看他 年年跟他打交道 他都熟悉了我们的套路 知道我们第一天干什么 第二天干什么 第三天干什么 我们现在怎么样 我们现在打乱这个套路 让他摸不着咱们的套路 这样的确避免他对我们的工作做一个干预 接着 B 注册管理师无需量化 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程度 这块的确不太好量化 我们做50% 做35% 做42% 这个不好量化 这个没问题 接着 增加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会导致作策管理师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不对 不对在哪里呢 要用五项做题法 做题 我们要知道 并不必然是更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增加审计程序不可预见性 我们可以改变审计的方法呀 好 我们可以改变审计的时间呀 这两项根本不会增加 我们的程序的量呀 如果你是改变审计程序的范围 也就是说 我原来省10个 我现在省15个 那有可能会增加 但如果你改了时间 改了方法 并不见得就会增加 所以他说的太绝对了 这道题用的是绝对化的主题套路 那么应该选的就是C 接着看定 注册会计师在设计 密实施审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都可以增加 不可以预计 哎呀 这说的太到位 我可以改方法 我可以改时间 我可以改我的做的多少 那我们注意 应该是可能会导致 实施更多的审计程序 他把可能导致了 必然那就错了 所以我们在学审计的时候 对终可能啦 应当啦 可以啦 这样的词语 比较超级的敏感啊 好 接着我们来看15年的题 下面有关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说法中 不正确的是 A 注册会计师需要与被审单 有关理层 事先沟通 你实施去不可预见性 审计程序的要求 但是不能告知其具体的内容 这可以吗 哎呀 这个是可以的 我们可能在最开始接洽的时候 就跟对方打招呼 哎呀 那个江总啊 我们在做一些程序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程序啊 需要你们配合一下 那这些程序呢 跟我们平时做的不太一样 你看 这块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没问题 好 这就是我们跟对方沟通一下 但是绝对不能告诉他 我们这次要扩大 我们存互盘点的范围 我们原来只排你的十个藏库 我们这次要排你的二十个藏库 然后呢 一号藏库 二号藏库 三号藏库 四号藏库 你绝对不能把底都偷给他 所以这个说法是对的 我们只是大概的跟你说一下 哎 我们要做啥 但是具体的内容 绝对不能告知 否则的话 都让他摸到底牌了 对吧 做策会计师 应当在签订 审计有约定书时 明确提出 你在审计过程中 实施具有不可预见性的 审计程序 但不能明确具体的内容 这个对吗 哎呀 这要注意 我们签订业务约定书的时候 没有规定 必须要加这样的 并没有规定 这个错在应当上了 我在前面就给大家说了 我们在学审计的时候 特别注意应当了 可以了 可能了 这样的词语 这样的词语 要格外敏感 错就错在这了 好 这道题 B是错的 接着我们看C 注册会计师 通过调整实施 审计程序的时间 可以增加 不可预见性 这个说法对吗 哎呀 太对了 你看 我们刚才是19年的题 这边不是有吗 注册会计师 逆实施 设计程序的 设计 设计程序的性质 时间安排和范围 都可以增加 不可预见性 对吧 我们可以在性质上下手 有什么方法 我到底用哪个兵器呢 我可以在时间上下手 还可以在数量 我做多少呢 下手 接着我们来判定 注册会计师 采用不同的抽样方法 使当年抽取的测试样本 与以往不同 可以增加 审计程序的不可预见性 这就是方法上做变更 没问题 那么这道题错的 就是我们的B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三题 12年的整体 下列做法中 可以提高 审计程序 不可预见性的有 那我们来看 A 针对销售数 和销售退会 延长 截止 测试时间 哦 它延长了 原来呢 我们测到1月10号左右 我们测12月20号 到1月10号 我们就测这个 会计期间的前后 飘移10天左右 现在呢 我测到1月20号 或者测到1月30号 可不可以 可以的 那么这里要特别注意点啊 我们增加 我们审计程序的 不可预见性 一定 记住 它的标准是 更高 更好 更强 那绝对不是 我为了变而变啊 那你要注意 把握好你的初心 我们做不可预见性 是为了什么呢 那是为了 更好的控制 风险 把我们检查 更加降下来 所以一定是 更高 更好 更强 在普通的 必要的审计程序之上 再追加程序 这是它的核心要义 千万不能 我为了变而变啊 好 这是我们 A 接着我们看B 像以前没有询问过的 被审计单位 员工询问 可以吗 我以前没问过 哎 我现在呢 追加 没问题 对吧 接着C 对以前通过 不测试的 经过较小的项目 实施审计程序 我原来不测 我现在追加 没问题吧 好 接着D 对被审计单位 银行存款 年末余额 实施寒证 这是吗 注意看我这张图 必要的可不是什么 不可预见性啊 那是你必须做的 所谓的不可预见性 是追加 是在我们必要的基础上 做的更高 更好 更强 所以这个D不是了 你把这个思路一保好 这种题 描选 好 那么这道题 可以提高的就是 我们的ABC 我们的D不是 这里呢 要给大家提示一点啊 我们教材的表8-1 这块一定要熟读 要应对我们的客观题 和综合题 客观题会出 综合题 有时候也会出 这个表一定要下来熟读 接着呢 我们来做强化套题 下列选项中 可能具有 不可预见性的 审计程序是 哪些具有不可预见性呢 改变实施 分析程序的对象 这个是吗 原来呢 我主要分析 我的收入 成本 毛利率 我现在呢 多分析些 可以吗 可以的 接着是 针对销售和销售退回 延长 截止测试时间 关键就在延长上 可以吗 这个我们刚刚做过 没问题 C 针对重大的 应收账款账户 实施 这种程序 这个是我们追加的吗 是更高 更好 更强吗 错 这是必要的 你必须做 跟不可预见性 没关系 一定记住 不可预见性 是必要之上的追加 一定要做的更高 更好 更强 对吧 那个重大的 应收账款账户 是必须做实施程序的 是准则明确规定的 所以这可不是 不可预见性啊 嗯 那接着我们来看D 测试以前未曾含证过的账户余额 这也是典型的追加 这个没问题 接着测试余额低于以前设定中央性水平的账户 原来可能不测 我先测一下 可不可以 可以 这里仍然是最佳 更好 更好 更强 接着F 实地去组成部分开展审计工作 我原来呢 利用组成部分 做策快递师工作 我现在不用了 我自己去 哎 我要做得更扎实 我要做得更高 更好 更强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这是增加不可预见性的 对存或实施 尖盘程序 请问这是更高 更好 更强吗 No 这是必要的程序 你必须做 根本就不是什么不可预见性 所以这个不学 那么这道题除了C和G不选 其他几个全部都是 我们CG属于常规的审计程序 属于必要的审计程序 属于必须做的 好 接着我们来看啊 下列选项中 可能具有不可预见性的 审计程序是 我们来看 A 取得应收账款 明细表 符合家计是否正确 并与报表数 总账数 明细账和技术核对 是否相处 相符 这个是不可预见性的程序吗 No 这是我们要做的 必要的常规程序 所以这个不是 这个两道 七七套题 实际上是把我们表 8-1的内容 给大家全部拿出来练一遍 为啥要这么练呢 我就担心同学们 不去看教材 不看书 所以呢 我就给大家好好列一下 接着B 使用计算机辅助审计技术 审计采购和付款账户 以发现一些特殊的项目 你看 可能有一些 我原来这个是不审的 我现在利用什么 利用计算机来审 可以吗 可以 这是不可以坚信的 好 比原来做的更扎实了 更有效了 接着C 测试管理层 如何做出会计估计 以及会计估计所依据的数据 这啥程序 注意这是常规必要程序 这是准则 规定必须做的 所以他不选 接着 多选几个月的银行存款 预额调节表进行测试 注意他是多选几个月 我原来呢 测两个月 我现在测十个月 那是不是做的更高 更好更强了 是不是最佳了 哎 因此他是的 接着 对关联公司销售和相关账户预 除了进行寒证外 我把寒证做了 寒证是常规的必要的程序 然后我们再实施其他的审理程序 进行验证 这是典型的最佳 对吧 那么这是我们的不肯见 接着 实地盘查一些价值较低的固定资产 我原来因为这个价值很低 我可能原来不做了 我挑一些最大的 三显大的做盘点 现在呢 我把这种价值低的也盘了 这是做的更扎实了 更有效了 因此这个是寒证定期存款 这个是吗 这个压根不是 这是我们常规程序 属于我们必要的程序 因此这道题 除了我们的A 还有我们的C 以及我们的G不选 其他几个都要选 好 希望通过这两道七七套题 让大家对我们的 不可预见的程序 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知和感受 好 我们再来挑战一套七七套题 注意看 第三题 第三题和前面两道题不一样 前面两道题是关于 不可预见性的问题 下面是关于我们报表层和认定层 分险的问题 以及它相应应对措施 我们来看 下列有关报表层次重大错误分险 认定层次重大错误分险 以及相应的应对措施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我们看哪个正确 注册会计是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 重大错误分险 以及采取的总体应对措施 对逆实施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总体审计方案 无影响 这句话对吗 大家想想 我现在报表层的分险 我评估 它有报表层的分险 分险整体来说比较高 然后我采用总体的应对措施了 这样对我后面的工作没影响吗 怎么可能没影响 一旦有中报表层的分险 我一定要多派高手 多做程序 多增加不可能掀施 那意味着我要追加很多的审计程序 要多做很多的工作 对吧 所以这块肯定有印象 它是大错特错了 接着 当评估的财务报表层次的 重大错误分险 属于高分险水平 逆时是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总体方案 往往更倾向于综合性方案 这个对吗 注意错了 错在哪 错在这了 你想你报表层的分险是高分险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更有效 而不能做得更虚一些 对不对 你想我们的综合性方案是干嘛的 是主要做控制测试的 是以控制测试为主 那么意味着我主要撤 这家单位的规章制度 你现在都有报表层的分险了 就像舞弊之类的 你再去测 大量测它的内控有用吗 去测它的规章制度有用吗 没用 所以我们这时候一定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应该去多做实例程序去查实到底多少的错报 所以应该更倾向于实质性方案 好 我们B错了 接着看C 薄弱的控制环境带来的分险 相较于报表层而言 往往可能对认定层次的错报 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作则会议师应当多采取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这个对吗 注意 薄弱的控制环境不是对认定层的分险 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定是对报表层 错在这儿了 它偷梁 换住了 把报表层换成认定层 这个错了 好 接着看D 如果控制环境存在缺陷 在期末 而非期中实施 更多的审计程序 这个没问题 假如说 它的控制环境有问题的话 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得更扎实 所以我们尽量在期末去做 而不是在期中做 因为很可能 你在期中做了 也是白做的 举个例子 我在11月1号 去做了相应的程序 然后呢 从11月1号到12月30号之间呢 因为被审计单位这家分歧特别不正 根本不讲究什么 诚信了 正直了 舞弊成分 弄虚作假成分 那么很可能 11月1号到12月31号之间 它又造了很多的假 而你这样的话 你前面11月1号做的工作 白做 无用功 是不是 所以我们要多在期末做 而不是在期中做 因此我们的D的选项是对的 接着再看一 如果控制环境存在缺陷 通过实施 适应程序 获取更广泛的 审计证据 这是对的 控制环境 有问题的话 一定多在期末做 还有呢 多做实行程序 一定把工作夯实了 做得更加发实有效 才能把检查分析 剪下来 F 如果控制环境存在缺陷 增加力纳入审计范围 经地点的数量 这也是对的 我要把工作做得更多 更好 更强 即 注册会计师对控制环境的了解 主要其对 影响其对认定层次 重大错落风险的评估 而不影响 报表层的 重大错落风险评估 这个对吗 注意 刚好反了 应该是影响报表层的 因为它是 它是氛围 它是分歧 它是总体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 它影响的是报表层 它往往影响的评估 所以我们的G不对 那么这道题对的 就应该是DF 其他几个全错了 那这道题你要多看一下 因为这道题是综合性比较强 通过多看 把我们报表层 认定层 还是控制环境等等 把它弄明白 搞清楚 接着我们来看考点三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首先来看例题 2013年的真题 下里有关采用 总体审计方案的 说法综组的用 我们来看哪个错 A 注册会计师 可以针对不同的认定 采用不同的设计方案 可以吗 这个没问题 那我对针对存在 我们采用 发声 我可以多做寒针 对吧 那我对完整性 我可能多做控测试 这是没问题的 接着B 注册会计师 可以采用综合性方案 或实行方案 应对重大错误分解 这也没问题 的确是我根据情况 我看采用综合性 还是实质性的 接着C 注册会计师 应当采用实行方案 应对特别风险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说的 太绝对了 并不是说 我们的特别风险 就一定要用 实行方案 我们也可以 用综合性方案 我们也可以测内控 为什么呢 要从源头上理解 因为特别风险 我在前面就给大家说过 它其实上是一种 雇有风险 是不考人内控之前的风险 如果说对于这种 雇有风险比较高的 被审应当也比较重视 然后设计了一套 行之有效的控制措施 设计一套非常完善的 规章制度 那我们也可以去测一下 对不对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 来减少我们后面的工作量 所以不能绝对话的说 我们针对特别风险 只能采用实行方案 仍然可以采用综合性方案 所以这个说的太绝对 接着D 注册会计师应当采用 与前期审计一致的方案 除非评估的重大作用风险 发生重大变化 有这么绝对吗 必须要跟以前一模一样 我们要循规蹈矩 我们要保持一致 有吗 没有 注意这说的太绝对 那我们的选项C和选项D 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 出题套路呢 就是典型的绝对化的套路 好 那么这条题错的就是 我们的C和D 好 那我们注意地 注册会计师确定 总体审计方案是依据 被审计评估的重大作用风险 而不是要和去年保持一致 也不是跟同行保持一致 不是的 接着我们08年的整体 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A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的 主要因素有 我们来看考虑什么因素 不同的审计程序 应对特定认定错报 风险的效率 要考虑吗 要考虑 你看我们的七大兵器 各有齐长 各有齐短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把它用到最合适的地方 这个没问题 B 认定层次重大作用风险的评估结果 这个要考虑 如果风险越高 我们愿意要采用一种更有力的 设计程序 接着C 认定层次重大作用风险产生的原因 要考虑吗 当然也要考虑 我看到底它什么原因产生的 舞弊产生的 还是错报产生的 如果舞弊产生的 我就要怎么样 我就要多拿出一些更有力的武器 如果是错报 普通的错误产生的 我可能用一般的就行了 各类交易 账户余额和账户的特征 要考虑吗 当然要考虑了 那你测的这个账户不同 项目不同 那你可能用的方法就不一样呀 对吧 所以这条题ABCB都要学 这种题目不需要使劲背 这种题目你要理解 理解了以后呢 这种题目 基本上你凭感觉就能选出来 你就把这些 我刚才说的这种案例带进去 就能选出来 要靠死经被的话太累了 接着看一二年的题 在识别被审单理管理层 未向注册款式 披露的诉讼十项时 下列各项审计程序中 通常不效的事 注意啊 是未向我们披露 那意味着啥 要条件反射呀 意味着这是完整性的问题 也就是低估的问题 没向我们披露嘛 隐瞒遗漏嘛 所以你马上要条件反射 低估完整性哈 那么我们注意 查低估应该怎么查 我们再给大家强调 跳出圈外查低估 千万不能在这圈子里查 在圈子里查 查死 查他一万年 查他一百万年都没用 我们来看哈 符合法律费用的账户记录 那注意 他是看 没向我们披露的 诉讼事项 我们现在呢 去看他法律 费用的账户 有那些 如果我们现在看到 他一共有五笔 但实际上 他给我们给的清单上 只有几笔 两笔 说明什么 说明漏了三笔杯 这样是不是把漏的三笔 给找出来了 所以这个可以吗 这可以不选啊 查阅 这里才能汇交 这可以吗 我们看看 他们开会的时候 是不是讨论 现在我们又接到了什么什么诉讼 现在我们有什么官司要打 然后你把这一项一项查出来 一共几项 一共五项 他告诉我们几项 他只告诉我们两项 你看 漏的三项又找出来了 可以吧 可以哈 接着C 查阅被审单理 与外部法律顾本之间的往来信函 哎呦 我也看你的信函 你上面说的也是五件事 结果你只给我了两件 那还是把三件的漏出来 对吧 因此这都对 那接着D 根据管理层提供的诉讼事项清单 检查相关的文件记录 这就是典型的我所说的圈子 你看 他一共就给你累了两项 哎 我们今年啊 官司不多的 你知道我们非常的尊敬守法的 我们是守法好公民 我们一共就两个实项 你看看吧 好 你如果在这两个实项当中查 你查一万年就查出来 这就是典型的我所说的圈子 你一定要跳出这个诉讼事项清单去检查 就像查法律 费用的账户记录 会记忧啊 往来信函啊 都是可以的 因此这条题无效的就是D 那其实这条题本质是考完整性的问题 你一定要记住 完整性它检查的方向 绝对不能在圈子里面检查 一定要跳出圈子 从其他图群去收集 要怎么样 要逛撒网 好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题 下列关于进一步审计程序 性质的说法中 错误的是 哪个错误 A 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作词会计时 首先需要考虑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误分险 产生的原因 这个懂吗 哎呦 同学说是啊老师 注意错了 这个不对 我们来看标准的说法 在确定进一步审计程序的性质时 首先要考虑是认定层次的重大错误分险的评估结果 好 这个是我们首先要考虑的 然后除了从总理上把认定层次重大错误分险评估结果 对选择进一步审计程序的影响外 再确定实施审计程序时 接下来应当考虑的认定层次产生的原因 包括各类交易账户余额 披露的具体特征和内部的控制 好 我们首先考虑的是评估结果 再考虑一 这是第二步 所以错了 那这道题是补充的 不是我们真题 接着B 评估的认定层次重大错误分险越高 对通过实行程序 或许审计程序的相关性和可高性要求越高 这是对的 分险越高 我们检查分险就一定要降低 这是我们一定要做的工作更扎实 更有力 拿到的证据要更有力 对吧 因此它是对的 接着C 注册会计师可能判断 某特定类别的交易 即使在不存在相关控制的情况下 发生重大错误的风险 仍较低 此时注册会计师可能认为 仅实施实行程序 就可以获取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可以吗 当然可以了 我觉得有一些交易 它就是没有任何的规章制度 我觉得它也没有任何的风险 那么我要不要再测它的内部 可以不用测呀 我直接做实行程序完全没问题 接着D 在应对评估的风险时 合理确定审计程序的性质是最重要的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因为我们以此给大家强调 审计程序有三维 性时范 我经常说的性时范 对吧 那性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这个说法对了 绝对不能说 我先去定范围 先去定时间 如果你性质都没定好 方法都没定好 后面很可能都是错的 所以这句话是对的 那么这道题错的就是我们的A了 好 我们接着来看例题五 多选题 2020年的真题 下列各项因素中 注册快递是在确定 实时审计程序的时间 需要考虑的用 这道题是我们时间的考虑因素 我们要看考虑哪些 这两年 对我们第七第八章的考虑因素 考的还蛮多的 需要大家记一下 这是同学们最害怕的 最恐怖的 可是没办法呀 该记的还得记呀 来 A 审计证据 适用的期间要考虑吗 要考虑 错报风险的性质要考虑吗 要考虑 备选拟单位的控制环境 要考虑吗 人员要考虑 何时能到相关性 还是要考虑 这道题选A B C D 但是注意 我们要用五项的做题法做题 那我们的重要因素 有五个 这道题只出现了四个 把其他的一个补充 编制报表的时间 尤其是披露的时间 补上去啊 要学会用五项做题法做题 接着我们来看 15年的真题 下列有关 做操快递 实施是进一步 审计程序 时间的说法中 总的是A 如果被审理单位的 控制环境良好 作词会计师 可以更多的 在其中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可以吗 哎 这是没问题的 他的控制环境非常好 内工作的很好 那我就可以 在其中都做 嗯 接着 我们再来看B 作词会计师 在确定 何时实施 进一步审计程序 是需要多考虑 能够获取 相关信息的时间 这点的确实 我要注意 有一些证据 我只能在这个 特定的时间获取 那我就要在这个时间做 否则我过了 这个村就没这个地儿 对吧 所以这点是对的 接着C 对于被审单位 发生的重大交易 作词会计师 应当在期末 或期末以后 实施适应程序 对于这点 要特别小心 这个要注意 我们的标打 应该是在期末 或接近期末 而非期末以后 这道题典型的用 加字减字变字法 这个C错了 看着非常之像 这就要求 我们在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精准的掌握 精准表达 接着看D 如果评估的重大错 分析为低水平 注册会计师 可以选择 资产负债表日前 适当日期 来进行什么呢 寒证 这个我们在第三章 讲寒证的时候 说过的 假如说我们评估是低水平 的确可以在这之前 做寒证 一定注意它有前条件 并且要复习一下 如果说我在 我们的什么 我在11月1号 发了寒证 那我后面 要不要做程序 注意我要对 后续的变动 要实施 审计程序 不能啥都不做 接着我们来看 08年的题目 在确定进一步 审计程序的时间 A注册款机 是应当考虑的 主要因素用 好 评估的认定层次的 重大错的风险 要考虑吗 我们刚才 练过对吧 要考虑 审计一件类型 这个要考虑吗 我们现在程序都没做完呢 考虑什么意见呀 对吧 意见是根据我们做完的程序 拿到的证据来说话的 而不是现在考虑 这个不对啊 接着 错报分险的性质 这个练过啊 刚才才做过 审计正式适用的期间或时点 这也练过 因此这道题除了必不选 其他几个都要选 接着我们来看 2017年的整体 下列各项中 注册款机是在确定 进一步审计程序的范围 应当考虑的用 那么这道题开始练范围了 我们审计程序的性识范 一个一个练过来 我们来看 A评估的重大错 分险要考虑吗 当然要考虑 如果分险高 那我们要多做 然后审计证据 适用的期间或时点 这个要考虑吗 注意这个不考虑 这个是属于我们 时间的考虑因素 不属于范围的 不要激混了 接着 计划获取的保证程度 要考虑吗 这个要考虑 如果我的保证程度越高 意味着要求越高 那程序一定要多做 好 确定了中央性水平 这个要考虑吗 这个要考虑 中央性水平越低 意味着我要求你严格 那这些抽入 我一定要多做 所以这道题 必不考虑 其他几个都要考虑 必须错的 下面我们来看 考点4 控测试 2013年的整体 下里有关 控测试程序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我们来看哪个正确 A 注册快递是应当将观察 和其他实力程序 结合使用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不对 错在哪 错在太绝对了 我们在做题的时候 对应当可能 可能要特别敏感 应当就意味着 必须这么做 没有其他的选择余地 你不这样做 你就不对 那这个说的太绝对了 我们通常是把观察 和其他的 实力程序结合使用 也就是可以把观察 和其他实力程序结合使用 但没有规定的 必须这么用 因为在某些 特殊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以单独 用观察的程序 决位置 假如被审人单位呢 它是这么规定的 所有离开场区的 这种车辆 也就是发货的车辆 那我们保安 必须要看 你的车辆上 有没有这种出入证 如果没有这种出入证 没有通行证 对不起 这种车辆不放心 对吧 对于这样的控制 我们就可以在旁边 观察一下 看看每一个 出我们厂区的 这种车辆 我们保安是不是拦下来 看它的出入证了 这就是观察 所以我们 不能绝对的说 观察必须要和其他 程序结合起来使用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我们就可以有的时候 单独使用 看具体的情况 对吧 接着检查 是用你所有的控测试 这说的太绝对了 那么检查注意 适用留下轨迹的 自动控测试 如果没有留下轨迹 我们怎么能查呀 对吧 接着重新执行 适用于所有的控测试 这说的太绝对了 如果说是自动化的控制 我有必要重新执行吗 雅各没料 对吧 我们对重人工控制的测试 用重新执行才合适 接着 通常只有将询问 观察 检查 结合在一起 仍然无法获取 充分的审计证据 是注册快递 才考虑 重新执行审计程序 这只要得到 是我们的人工控制 这个说法是对的 那么最早期正确的 就是我们的第一 接着我们来看 一二年的正题 下里有关控测试 目的的说法中 正确的是 A 控测试 那么它为了评价 内部控制 在防止发现 并纠正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方面 运行的有效性 这个对吗 这个说法非常的正确 我们控测试 就是看你是否有效运行 是否一贯运行 记得我说的一条线 我们的了解内控 是看一个点 看设计的如何 看你有没有得到执行 接着看并 控测试 为了发现 认定层次 发生错报的金额 这个对吗 No 它不明不是查实错报 它是评价 内控是否有效的 然后接着 控测试 是为了验证 适应程序 结果的可靠性 这个对吗 我是来验证 适应程序的可靠性 注意这个不对 我是来看 内控是否有效 运行的 然后控测试 为了确定 控制是否得到执行 这个对吗 这个注意也不对 是否得到执行 这是了解内控 要做的 因此这道题 正确的只有A 我们要分清 控测试和了解内控 还有适应程序 它们的区别 好 接着我们来看 09年的真体 在测试内部控制 运行有效性 是A注册会计师 应当获取的 审计证据用 我们来看 应该会取什么 这是测试内控 控制是否存在 然后控制在 所审计的期间 不同时点 如何运行呢 控制是否得到 一贯运行 控制由谁执行 这应该选什么 注意应该选 我们的BC 我们教材 明确有三点 第一 在相关时点 怎么运行的 是否得到 一贯运行 由谁 或者何种方式执行 那这是我们的三点 那么A呢 注意A是控制 是否存在 这是我们了解 内控制做的 控制是否合理 控制是否存在 是否得到执行 是了解内控要做的 1997年 08年考了 同样的真体 接着我们来看 第四题 10年的真体 在测试自动化 应用控制运行 有效性时 注册会计师 通常需要获取的 审计证据用 我们来看 通常需要获取 什么证件 这是自动化控制 不是人工控制 A 抽取多笔交易 进行检查 获取的审计证据 需要多笔吗 自动化控制 它有内在 非常强的一关系 我们往往抽上 一两笔 少数的几笔就够了 根本不需要多笔 所以这个不对 抽多笔 根本就是 总无用够没必要 那么对多个不同时点 进行观察 获取审计证据 需要吗 注意不需要 因为我们抽上 一两笔 三五笔 就足够了 我们一看 它是得到执行 我们就可以推断 它一贯在执行 因为这种自动化控制 它内在 一贯性特别的强 没有人为的干预 它能够执行 一万年不变 它才真的能做到 爱你一万年 接着我们来看 该项控制 得到执行的 审计证据 这是对的 然后性技术 一般控制运行 有效的审计证据 这也是对的 注意我们的A和B不对 一定记住 我们内控 这种自动化控制 它的特征 内在具有极强的 这种一贯性 接着我们来练一个 强化套题 下列与控制测试 有关的表述中 错误的是 如果控制设计不合理 则不必实施控测试 这个对吗 这个对吗 没问题 我们在前面 给大家讲过一张图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评价 它的设计是不合理 然后第二 看它是否得到执行 如果设计不合理 我们直接pass 压根不用测试 对吧 好 你设计都不合理 不要谈什么执行的问题 因此这个是对的 接着是B 如果在评估认定层次 重大错报风险 预期控制运行是有效的 应当实施控测试 这就是对的 记住 我在讲技术班说过 两性比测试 第一个性就是 我预期要信赖你 预期内空运行是有效的 第二个性是 高度信息化 就是高度自动化的时候 那我也应该做 那么这是两点 那B 就是我们其中一点 没问题 好 C 如果认为仅实施 实行程序 不足以提供认定层次 充分 适当的 审计证据 那么 我们可以实施 控测试 随个对吗 注意错了 应该是应当实施 应当做 我刚才说了 两性比测试 一个是预期信赖 一个是高度信息化 也就是高度自动化 那么 仅实施 实行程序 不足以提供认定层次 充分 适当的审计证据 意味着 它都是高度自动化的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必须要做 控测试 不是可以 是必须做 好 这个错了 注意应当可以 可能 这些词 你要相当的小心 接着 第一 注册快递师 可以根据情况选择 是否进行了解 内控和控测试 这个对吗 都在玩文字游戏 了解内控 是必须做的 控测试是可做 可不做的 他说根据情况选择 是否了解 那就错了 应该是 根据情况选择 是否进行控测试 了解内控 没得选择 必须做 所以 这个又错了 接着看第一 接着看一 注册快递师 可以考虑在 评价控的设计 和获取其得到执行的 审计证据的同时 测试控制运行的 有效性 这可以吗 这是可以的 这是一个特例 指的什么呢 是指的那种 高度自动化的控制 因为自动化的控制 我们在了解的时候 了解的时候 出一两笔 我们测一下它 我们就可以推断 它一直是运行有效的 那就相当于 把控测试也完成了 可以二合一 这个是没问题的 好 接着F 对特别分析 即使逆信赖的 相关控制 没有发生变化 也应当在本次审计中 实施控测试 这说的相当对 对特别风险 一定要特别对待 特别的爱 一定要对特别的女 我们一定不能放过它 它哪怕这次 没发生变化 但是因为它有特别风险 它是个大雷区 我们对总雷区 我们一定要本期测试 这个说法没问题 接着 对于收入完整性 认定相关的 重大组合风险 控测试通常 更能有效的应对 这句话是没问题的 因为收入完整性 我们要从什么 要从它的 最开始的原始凭证 一点点 查到我们的系统上去 查到咱们的 运气账上去 那如果说 它的这个什么 它的这个内控 设计的是比较好的 比较完善的 那我们就从它内控上 一点点查 这样的话 假如说它内控 一直是运行有效的 它就不会遗漏 对不对 所以针对完整性 我们的控测试 相对来说 更加好用一些 因为完整性 它有个特点 需要大海捞针 去检查 需要广撒网 用普通的方法 不太好用 用控测试 反而更好一些 因此这道题 错误的就是 我们的C和B C和B错了 其他都是正确的 好 我们接着来看 第五题 2009年的真题 在确定控测试的 新证实 注册会计师 正确的做法 我们来看 一个正确 A 当你实施的 进一步审计程序 以控测试为主 是应该获取 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的 更高的保证水平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在做程序的时候 是做综合性方案 多做控测试 这时候呢 我就一定要获取 有关控制运行 有效性运行的 这种 更高的保证水平 我既然 以控测试为主 那我把宝都压在 控测试上了 那同样 我一定要在这里 获取怎么样 获取更多的证据 要做的 更扎实一些 因此这个说法 正确的 接着 B 根据特定的控制性质 选择所需 实施审计程序的 类型 这是对的 控制不同 那我要用的 什么 冰期是不一样的 接着C 询问本身 不足以测试 控制运行的 有效性 应当与其他的 审计程序 结合使用 注意啊 这是应当 这个说法是对的 因为仅靠询问 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 我们一定要 结合其他的用 最后观察不一样 观察 我们在特殊的情况下 可以单独用 但询问 一直不能单独用 这点一定要做区分 接着D 考虑测试和认定 直接相关 和间接相关的控制 我们要看 哪些是直接相关的 按哪些是啥 按哪些是间接相关的 这个也没问题 那么这道ABCD的选项 都是对的 接着我们来看 18年的整体 如果 租策会计是 以获取有关 控制在期中 运行有效的 审计证据 注意啊 期中运行是有效的 这点考试的时候 特别特别爱考 因为控测试 大部分都在期中运行 那么 如果你在期中运行 期末应该做什么 这也是我们 必须必须要掌握的 下列有关 剩余期间 补充证据的说法 中错误的事 A 注册会计师 可以通过实施 测试 被审议单位 对控制的监督 将控制在期中运行 有效性的 审计证据 合理延伸 这期末 他的意思就是 我看看 他对控制的监督 到底怎么样 他们是不是 控制的监督 都做得特别到位 每一个制度 都有人检查 都有人符合 都有人核对 如果都有的话 说明他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扎实 和到位 对吧 这样我就会放心的 把我棋之翁 这样获取的证据 拿到期末来 1 接着 B 被审议单位的 控制环境 越有效 作词管理师 需要获取 剩余期间的 补充的证据 越少 这也是对的 如果说 我们现在 审计的假公司 他们的分歧 特别的正 都提倡 政治 诚信 这样的价值观 极恶如仇 那么这种分歧 这种氛围 往往无比造假 就比较少 对吧 所以我们在期末 也就是在 剩余期间 获取的证据 可以少一些 否则的话 我们尽量 如果控制环境 很薄弱 分歧很差 那以什么 为例示图 然后弄虚作假 为这种 为主要的价值观的话 那我们往往 不能在其中 做 我们要在期末 多做什么 多做实力程序 接着C 如果控制 在生意期间 发生了变化 注册会计师 可以通过实施 穿行测试 将其中 获取的证据合理 延伸至期末 可以吗 穿行测试 是了解内控用的 根本不是 控测试用的 所以这错了 注意穿行测试的概念 要理清楚 接着D 注册会计师 在信赖 控制的基础上 并减少的 适应程序的范围 越大 注册会计师 需要获取的 适应程序的 适应期间的补充 证据越多 这个对吗 这个说法是对的 假如说 我能要希望呢 我原来 正常来说 我的适应程序 应该要做100个 但是我希望呢 我少做一点 能做个30个 50个就行了 能做50个就行了 好 如果能到30个更好 为什么 因为做适应程序 相对于控测试来说 更花时间 更花人力无力一些 那 如果你想 建立这样的期望 也就是只做30个 意味着减少70个 这样的话 你就把主要的宝 都压在控测试上去了 对不对 那 你 如果把主要的宝 都压在控测试上去了的话 你一定要在控测试上 做得更扎实一些 所以 在剩余期间 补充的证据 就要获取更多 因此 D的说法 也是没问题的 那么这条题 错的就是我们的C了 接着 我们来看第7题 如 在期中 执行了控测试 并获取了控制 在期中 运行有效性的 审计证据 下来说法中 正确的是 好 我们来看哪个正确 A 如果在期末 实施实例程序 未发现 某项认定 存在错报 说明 与该项认定 相关的控制 是有效的 不需要再对 相关的控制 进行测试 这个对吗 注意这个错了 你某项认定 没有发现错报 并不意味着 你的控制 就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 这家单位没出错 并不意味着 它的制度 就是没问题的 我经常举的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你看这是一个新的单位 新的单位 规章制度都不健全 然后呢 出纳没有贪污 那你能不能说 出纳没贪污 就一定是 它的制度没问题呢 不一定 因为出纳贪污 可能有多种因素 影响 第一个是 他们这个单位的 制度不行 对吧 这是它的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个原因是 出纳现在面临着 极大的压力 经济的压力 好 第三是什么呢 出纳这个人的素质不高 第四呢 出纳可能现在精神空虚 然后经常喜欢去 上上网 然后跟玩玩抖音 还喜欢打上你主播 等等 这个原因 可能有多种原因 现在呢 出纳这几种原因都不具备 但出纳呢 是一个 个人素质很高 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虽然说 这家单位的规章制度 没有建立起来 那照样它不谈 对不对 所以你不能说 没有发现错报 就意味着 它的控制没问题 这种不能反推啊 那接着B 如果某一个控制 在剩余期间 发生了变动 在评价整个期间 控制运行有效性时 无需考虑 其中测试的结果 这个说法对吗 注意这个说法 太绝对了 那么如果我们一旦 发生了变动的话 我们要注意 可以了解测试 控制的变化 对其中 审计证据的影响 你原来做那些工作 还有效吗 能不能继续延伸呢 我们是不是还要重做呢 对吧 不能说 一旦发生变化 我们就啥都不考虑 这个太绝对了 接着我们的C 对某些自动化运行的控制 可以通过测试 新系统一般控制的有效性 获取控制 在适应期间 运行有效性的审秘证据 这是对的 自动化控制 一定是先测一般 再测并用 那有些特殊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测 它的底层的一般控制 来获取我们上层 应用控制的证据 好 这个才是正确的 接着看地 如果某一个控制 在剩余期间 未发生变动 注意啊 没发生变动 不需要补充 剩余期间 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 这就对吗 注意错了 你不能在其中做完了 剩下的期间 你啥都不做 必须要获取啊 如果某一个控制 在剩余期间 未发生变动 注册快递 就是需要针对 剩余期间 获取补充 审计证据 准则明确规定 必须要做 必须要做 不能偷懒